你好,大家好 我是迪慧 今天我介绍的是 日本人 去迪化街年货大街的时候 买什么呢? 我每天去年货大街 我都在台北嘛 那这个时间 终节的这个时间 一定要去 必须要去 这就是迪化街的年货大街 我每天很期待 这时候买什么 要吃什么 那我今天呢 介绍给你们 今天在迪化大街 买的东西是什么 去年,比方说去年的话 我去买了花枝 港港的花枝 还有甜甜煎 小米甜甜煎 去年有小米甜甜煎 但是今年没有了 很可惜哦 我很喜欢这个 但是今年还是有那个 臭豆腐 你知道吗? 那个炒下 炒下 炒下 炒下的 臭豆腐 是白色的 看板 是 比较靠近 永热市站那边 有卖 超好吃的 臭豆腐 它们的臭豆腐 是很脆脆的 外面很脆脆 里面是 比较软 但是没有那么软 炸的感觉很刚刚好 臭味也是 我觉得没有那么臭耶 可是 不是很臭很臭的那一种 第一个 第一个 这样 今年也是买了 花枝干 花枝干吗 干花枝吗 干花枝吗 就是 鲁梅 因为我很喜欢喝酒嘛 喜欢鲁梅 这个一包 原本是大概这样子 这样子是满满的 已经 已经吃掉一半了 或是三分之一是给朋友了 呵呵 这样 就 已经 已经吃饭 花枝 花枝 他们买很多花枝 今天 啊今年我买了这个 比较 比较 狂的吗 狂的 叫狂的 花枝 好吃 嗯 好吃 我随便吃 随便去讲 好 这个好好吃耶 那个 吃起来的 有点甜味 有点咸味 有点咸味 而且有点 半熟 半 半熟的感觉 没有那么干 就是 有点点湿湿的 第二个 我买了第二个东西 是 这个 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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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种 因爲这个 我本来 每年想要买 但是去年还有 2年前 那时候买很多 所以 要不买了 又松菇吗 可是又松菇 还有这个是巴西蘑菇 还有这个黄金葱草吗 黄金葱草 葱吗 不知道我话语是什么念 这三种 原来这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那个エリンギ 粗粗的 粗粗的那个香 忘记它了 有四种 一包150 两包300 三包400 那就买三包了 这个吃起来很好吃耶 这是汤嘛 煮汤的时候用嘛 但是这个是比较甜甜的味道 这两个是很 很有味道 还有旨味 中文的旨味是什么 我不知道 就是 是骨骨的 骨类的味道 就是用煮汤或是炒完煎 应该是炒完煎做这个 很好吃的 老板说 前天要泡一下一个碗帐 那五天早上可以用的 这个也是三分之一给朋友的 这个也是三分之一给朋友的 本来是满满的 满满的 满满的 好 这样子 耶 今年的影片到这结束咯 我买了这两种 你们在迪化街年货大街 卖什么呢 买什么呢 买什么呢 卖什么 买什么 哈哈 好 我要努力 卖什么呢 还有 那个 还有其他的地方有年货大街嘛 新竹 苗栗 桃园 台中 台南 高雄也都有吧 那个地方 我还没有去过耶 我想去 只有去过高雄的三分钟节 跟你获得几个而已 其他也是 还没有去过 如果你没有去过 这些地方的职讯 给我留言 我想要去去看 吃吃看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请帮我们按赞留言哦 拜拜